第161集 叶琴在石洞之内等待着外面那稍稍靠近的修士进来 他是施展出了防御罩 将一柄飞溅法器扣在掌心 左手捏住一叠中阶的符纸心中沉静 守在密室的两名吕家修士都被红苏雾给麻烦了 如果来的是吕家修士 只怕整个吕家宝都已经被惊动了 声响必定极大 过了一小会儿 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修士的影子就出现在了石洞口处 但是此人似乎知道里面有埋伏并没有立刻进来 那修士是哈哈大笑地说道 石老兄 秦老弟 你们二人就别躲藏了 我知道你们就在这洞内 咱们都是为了寻宝而来 何必伤了和气 你是什么人 报上名来 石洞之内 史涵阳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了下去 石兄 认不得我了吗 那灰袍修士也不知道施展了什么法术 油肥的脸型 身形是立刻缩小了近一半 最后变成了一名身材消瘦的修士 来的竟然是马冬妍 连声音此时都已经变了回来 马冬妍恢复了原来的样貌之后 以法器挡在身前 是缓缓地步入到了石洞之内 叶琴不由地吃了惊事皱起了眉头 难怪感觉那么熟悉 我说是谁呢 哈哈哈哈 原来是马老弟 好一手奇特的法术 变化居然如此之大 本教主居然被你蒙骗过去了 史涵阳是哈哈大声笑道 他口中说着 眼中呢却瞄着洞口的位置 打算呢找机会冲出石洞 是能走多远走多远 他呢是对叶琴没有太过的在意 但是对那个马冬妍却不敢掉以轻心 因为那个马冬妍的修为实力啊 并不弱于他 如果两个人打起来 一时半会儿呢还真分不出胜负 如果那样的话 就惊动了吕家宝的修士了 那将会十分麻烦 可惜的是 史涵阳注定是无法安然地跑出去了 来的呢不仅仅是马冬妍 还有其他的修士 嗖嗖嗖的几声 洞口之内又接连出现了 五名筑机器的修士 进入石洞之内后 这几个人呢 叶琴和史涵阳 和他们是同样的熟悉 朱老弟 苗老弟 你们等 也怎么也在此地 史涵阳 见到他们的出现 当时是惊恶当场 感到事情啊 是有些棘手了 他有些低估 这些人的追踪能力了 苗孩此时手中 抱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银色鼻子的灵鼠 一边安抚地拍着他 一边得意地笑道 哼哼 史兄 以为靠你那几个手下 便能将我等引开 那未免也太小瞧 我苗孩的本事了 有这只三级银灵鼠在 就算史兄 藏在地下 白杖之身 我也一样能找出来 闲话莫要多说 灵物见者有份 史兄若是想要独吞的话 胃口 那就未免有些太大了点 而祝婚呢 是低调的袖手 站在一旁 并没有多说什么 但是从他冷面的态度上看 好处没有他的份 那也是绝对不干的 马东岩 这时已经来到了 洞内寒滩边的那棵老树的附近 颇感兴趣地打量了一番 孜孜称奇地说道 李家老祖闭关的密室之下 原来藏着这么一株奇数 对于此书在下游历四方的时候 倒是曾经听说过一样 此书名为灵果树 据说杰出的灵果 可以用来突破秦丹瓶颈 当初圣皇对史兄所说的灵物 应该就是这棵老树的灵果了 史兄 看样子 这树似乎是刚刚被采摘过 上面还有三个新的痕迹 应该偷在你的手上吧 可否让我等 见识一下 史涵阳士扫尸了众人一眼 陈生说道 咱们先离开此地 再商议分配灵果之事 否则被李家宝的修士 和李家老祖发觉 咱们都没命活着出去 不行 先把灵果分了 等出了洞 谁知道你会不会反悔 你一走了之 咱向谁要着灵果去 苗海呢 是粗暴的一口气就回绝了 你 是寒阳士伯仁大怒 呆在洞穴一角的叶琴 冷眼地看着这一幕 此时有种说不出的郁闷 这石洞太小 众修士其实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但是谁也没有在意他的态度 因为他是众人之中 唯一的一名驻击期终结的修士 所以只能看着他们为那灵果而争吵了 还跟他废话什么 既然不愿意分 那就杀 他才一个人干脆杀了他 我等再分的灵果 一鸣和祝辉苗海等人 一起来的白衣修士 是急躁的一拍出无弹 是飞出了一件法器 化为金色的利芒 就斩向了石寒阳 在这等突破金丹平静奇物的面前 没有哪个修士能够不动心的 祝辉和苗海呢 相识一眼 喊了下心 三人是联手攻向了石寒阳 而另外还有两名修士呢 则在提防着马东岩和叶琴 马东岩虽然和他们是前后脚进入的洞穴 但却并不是一路的 史寒阳同时遭到三名铸机器高阶修士的围攻 那是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口中一张一道耀眼的金色光芒就飞了出来 化为三丈巨型的金元环是在半空中 滴溜溜的飞快的旋转着 将它整个人是完全的罩住 同时一道小了许多的银色弯刃 化为一丈吞吐不定的银芒就飞了出去 只一招的时间就听到一声惨叫 那名带头攻击史寒阳的修士啊 胸膛赫然被那银色弯刀法器就给直接冻穿了 护身罩呢是丝毫没能抵挡住耐到银芒 元神法器的威力通常要超过高阶法器的三成 但是史寒阳这两件元神法器却威力至少要超过一倍 顶着三四名铸机器高阶修士的围攻 竟然丝毫没有落在下风 咒昏和苗海是惊骇凛然呢 那名监视叶秦的修士看到如此情景 也是匆忙地加入了战圈 代替了那个重伤倒地的修士 史寒阳虽然是抵挡住了三名修士 但是法力那消耗也是极快 马老弟 秦老弟 助我一臂之力 我有三枚灵果 各分一枚灵果 给你们作为报仇 史寒阳是看出了形势对他是极为的不利 大声喊道 这个时候呢 他也顾不得什么灵果了 先把命保住再说 如果把马东岩和叶秦拉进来 他们三个人打四个人 并不会落到绝对的下风 要是他们加入了对方一伙 那他可就要真正地倒大霉了 叶秦呢 本来是没心思参和进这场打斗的 他见四五名修士为了多灵果而打起来 暗叫了一声不妙 这天人石洞血才不足百丈的大小 筑基齐修士打起来 他呢 有护身照不要紧 但是那棵老灵果树可就挡不住了 这几个人呢 也根本不在意那株果树的死活 四射的锋刃火焰将整个洞穴都给塞满了 几个眨眼的功夫 就把那棵老树摧残得几乎是遍地都是 就在此时 又有一颗巨大的火球被弹飞了出去 是直接射在了那老树的附近 炙热的高温几乎把老树给烧成灰烬 叶秦呢 再也忍耐不住了 是猛地冲过去 手中掐水系法绝 打出数个水珠 将烈焰扑灭 在一堆灰烬之中 还好 发现了一小节还没有完全烧毁的水灵果树的枝条 是立刻收入了囊中 吕家宝的命根子看来是彻底完了 吕家老祖非得气得是发疯不可 这怒火可绝对是滔天的 叶秦现在甚至有些懊恼 早知如此啊 还不如趁早把整棵灵树都给带走得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府千元》 看到眼前情景 他不想再次待下去了 史涵阳等人抢夺灵果 他也不想掺和 谁死谁活 这可不是他需要考虑的 这样的法术打斗所爆发的剧烈响动 一定会惊动地面上的吕家宝的修饰 要是吕家宝的修饰封住了石洞的出口 他们都将成为瓮中之鳖 事实上还真如叶秦所料了 洞穴之内一开打 法力的剧烈波动和隐隐可闻的法术炸裂声 已经惊动了吕家宝内的铸鸡器的修饰 只是当时是一时间没弄明白 为什么会从地底下传来这样的声音呢 等他们顺着声音来到老祖的密室时 就看到了两名吕家铸鸡器的修饰已经身亡 而密室之内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天人石洞 终于知道大事不妙了 吕家宝内是叫喊声一片终生大鸣 一时间就乱了起来 而李元宏呢 气急败坏地大声指挥着吕家的修饰 虽然匆忙 但是颇有章法 快 你们十个人立刻入洞探查敌情 其他的人带队封锁吕家宝附近实力范围 禁止一切人员出入 不能让任何敌人逃出去 派人通知老祖宗 吕家宝有外敌入侵 十余名吕家宝的铸鸡器修饰是心机如火的冲向密室石洞 而此时 吕家宝内的宾客 大家族的弟子呢 也都是惊诧地躁动了起来 出来呢 探查情况 有的呢 还是冷眼旁观看热闹 吕家宝今天晚上出了这档子事 这颜面可丢得实在是难堪 而叶琴呢 正打算冲出石洞的时候 一群吕家宝的修饰啊 已经到了石穴的通道之中了 一名来自混乱之地的兰衣铸鸡器修饰是警觉地抛出了法器 挡在了通道口处 阻挡这群修饰进入洞穴 这洞穴之内是极为的狭窄 一名铸鸡器高阶修饰足以将一群铸鸡器的中阶修饰挡在外面一段时间了 外面的修饰一时间冲不进来 不过这里面的修饰想要出去那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叶琴此时脸色终于是变了 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终于还是出现了 他冷眼地看到那几个依然在激斗的修饰一眼诞声说道 此地已经被吕家宝的修饰给堵住了 你们就算抢到灵果能活着出去吗 留一点法力保命吧 或许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最好期待吕家老祖能挽回了些 此时听到吕家老祖这四个字 锦鸣正在激斗的修饰顿时就停了下来 你们要是同意的话 出去之后我手中只留一枚灵果 剩下的随你们怎么分如何 石教主 你要是肯早一点拿出灵果 我们又岂会困在此地 现在就算你肯拿出来 咱们又怎么离开此地 苗海儿是怒气冲冲地大声嚷道 何须担心 我精通土木机关之学 早在进来之前 我便仔细研究过吕家宝的地形 吕家宝是建立在数百战高的 咸俊山峡之上 山峡旁便是南梁国的边河 这十洞穴在吕家宝大约百丈深处 我等往这侧挖掘的话 就可以打通石壁 直接从大峡谷出去 这一面的山壁 为东南方向 正是通向边河的方向 史涵阳是胸有成竹地说道 众修士们都惊讶地望向史涵阳 这位石教主 所学之博杂令他们是难忘其向背 他们都以为自己啊 很可能就会被困死在这石洞之内了 史涵阳呢 居然在转瞬之间 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动手吧 叶琴直接开口说道 他呢此时已经记起了一柄飞剑 是直接朝石壁轰去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碎石四射 飞剑呢 在石壁上是击出了一道树杖深的巨大的窟窿 叶琴手中已经有了一节灵果树的枝条了 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 能早一步离开这石洞 那便多一份逃生的希望 此时的他们是分配了一下人手 有两个筑机器的修士挡住洞口 抵挡屡家修士的猛攻 而其余的五个人呢 都施展出飞剑之类的尖锐法器 使飞快的轰击着石壁 此地是地底深处 众人呢并不敢使用土敦术 若是使用不当 没能出去的话 有被埋在地下活活憋死的危险 他们宁肯用飞剑挖掘通道 这样更安全一些 五名筑机器修士挖掘通道 那速度丝毫不比土顿数慢 只有片刻的功夫 随着一声清碎的轰响 一道数百丈远的洞穴终于被打通了 一股猛烈的峡谷刚风 从峡谷外面是倒灌进了石穴之内 被困在石洞内的众人这是大喜啊 纷纷驾驭飞剑是逃命去也 使寒阳呢是一马当心 往西北方向逃逸 其余的马东岩 祝辉等四五名修士是紧随其好 他们可不敢让使寒阳单独离开 否则的话那灵果可未必有他们的份了 叶琴呢也是同样尾随他们一行人飞行 其实呢他是想单独离开的 但是神石往周围一扫 便发现山峡附近已经有不少的吕家的修士了 这个让他呀是叫苦不迭 单独走的话 很容易就被吕家修士给截堵住 而吕家宝的内外 早已经进入了最高程度的戒备之中 吕家宝大少主吕元洪 不仅派了十多名猪鸡鸡修士 强行攻打密室石洞 更是派了更多的人 封锁住了吕家宝周围十余里的地界 以免入侵之敌逃脱 新婚之中的二少主吕元鹏和王若涵 还有远道而来庆贺的数名王家修士 都已经加入到了搜寻敌人踪迹的行列 吕元洪此时已经知道 这一群人人数呢还不少 心中便已经有了些惊惧 担心呢遭到老祖宗的责罚 他顾不得自己的颜面 便向七大门派的年轻弟子请求支援 吕元洪很清楚 必须把所有的入侵之敌全部牵拿住 才能向老祖做个交代 否则他还真无法预料老祖会如何的惩罚他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请求 七大门派的弟子们也自然不能再袖手旁观下去了 是同意出手助吕家一臂之力 史涵阳 叶琴等七人刚出来 马上便被天空中遇见飞翔的三名驻击器的修士给发现了 他们立刻发出了尖笑声为信号 同时呢是冒死地冲了下来 强行地对史涵阳等一行六七人进行堵截 而信号刚刚发出去 吕元洪的声音就响起了 好大的贼胆 敢在我吕家宝放肆 看你们往哪里走 分头走 别再纠缠 史涵阳等人回头一瞧 骇然色变 好家伙 足足有四五十名驻击器修士杀了过来 要是被这样一大群修士给包围住 那么明年的今日便是季日 其一个人是立刻化为七道各色光芒 朝不同的方向逃逸而去 而在乔纳三名拦截的吕家修士 明显的是争了一下 一时间呢不知道该去拦截哪一道光芒才好 不过他们呢很快便有了主意 是分头去拦截修为最高的史涵阳 马东炎和祝魂三人 因为他们想修为越高 越有可能是首脑人物 叶琴呢在此行之中 无形是占了一个小便宜 他呀是驻击器的终结 明显是修为最弱的一个 是被那三个吕家修士毫不犹豫的就给放弃了 可是叶琴呢没有丝毫的喜悦 反而是神色越发的冷力 因为身后一大群的驻击器的修士 是分出了七路追兵 分别追击他们七人 叶琴带着一顶灰色的斗笠 踩着一柄低阶的金剑法器 回头望了一眼是心中发苦 其中追在他后面的足足 有六七名驻击器修士之多 每一个的修为都丝毫不下于他 不能再隐藏实力了 要是被追上一场恶斗事小事 被逮住可就麻烦大了 他是一拍除 但是抛出了一个八丈大小的乌云杖 是迅速地化为了一个数十丈大小的乌云 他是一头就钻了进去 飞行速度开始暴涨一大截 渐渐地就和后面的追兵是拉开了距离 追在叶琴身后的数名驻击器的修士 脸上是露出了明显的惊恶 云雾类的法器那属于极品法器的范畴 这种法器通常神通很大 变化莫测 而且飞行速度极快 只有进单老祖才使用得起 而眼前的这个带着斗笠的驻击器 中间的修士怎么会有这种法器呢 后面的那六七名追击叶琴的修士啊 是相失了一眼 是满脸的疑惑无奈 大部分人是停止了追击 回头去追其他的几个人了 普通驻击器修士的飞行速度 是根本追不上云雾法器的速度的 追呢也是白费力气 不过还是有两名驻击器的修士士 继续的在追赶叶琴 其中一个便是清单门的核心弟子之一的 颜维 颜维最开始会追赶叶琴 纯粹呢是一个意外 他见叶琴呢离他最近 便想将叶琴一举拿下 在皇甫兵儿 众七大门派核心弟子面前 展露一下自己的绝佳身手 如果可能的话呢 他甚至有兴趣问上一句 叶琴等人究竟在吕家堡内干什么事情 惹得吕家大少主如此的是惊慌失措 但是叶琴以乌云障法器加速逃逸 把众追赶的修士啊给抛开之后 这个让颜维感到了严重的挑衅 反而是激起了他争强好胜之心 身为大家族的核心弟子 他不甘心被其他的助击器修士给比下去 可他呢 没有乌云障法器 但他有一件飞天火轮 同样是一件专门用于飞行的高阶法器 速度呢是堪比云雾法器 再加上他还拥有一项严氏家族的飞行秘术 只需要耗费少量的精绪 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是暴增飞行速度 他的样子让颜维直接把他当成了邪修 这追杀起来呀是丝毫没有半分客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顾高峰 欢迎订阅 发表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